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本很经典的书 尤其在这个时代我们都很担心遇到不好的人不好的事 那我们怎么保护自己 不管是面对面的一些伤害行为啊 或者是网路上下很多的诈骗 投资诈骗啊各种的诈骗 那事实上我们我常常觉得保护 我们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其实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能力 也是为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身旁爱的人负责的一个表现这样子 那今天这一本书嘉玲哦 他特别特别再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再说一遍 虽然是旧瓶新酒 但我觉得喝起来应该还有特别的滋味 因为我们上次介绍求生之书的时候 他那时候已经就是绝版了 对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推出因为很多人觉得很重要 然后一直跟我们说哪里买得到 然后我们就只能很弱 然后很无奈的跟他说不好意思绝版了 你可以去图书馆借借看 那我也很开心那个台湾商务印书馆他们又再版了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真的是我读过关于危险的这个辨识 是非常非常经典 我每次读它因为这么多年了嘛 我为了这个书品再准备 我每次读都会有一种 我上次怎么好像没有读到这个 会有一种浑身通电的感觉哦 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工作啊各方面我们不管是面对学生 还是面对我们平常商务上面的互动 就我们接触很多人各行各样的 那有一些影子或典型就会出现 还蛮明显的 对 那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我现在读啊 我看这些所谓的迦害人 我心里是更知道他们的心理历程 心里发生什么事 但一般人大部分的人不太懂 所以你没有办法因为理解他的心理历程 所以你知道怎么应应他嘛 那我们只好就是从一些更外围的一般人 可能可以的防范开始 所以今天我会做几个大的 这一面啊 做几个大的这个流程 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整个大纲 首先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非常好听 可是你会在听的时候一边又觉得毛骨悚然 因为这可能跟你的一些经验 特别是如果你有在被搭讪的经验的时候 你会觉得 原来在里面有危险 然后再来呢 我会再去分析这些套路 有七个很重要的指标 无论每一次讲我都还是要再提醒一次 然后再来一些前事件指标 有一些日常生活 你应该对于要辨识危险之前 你应该先有正常的概念 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回事 那第四个呢 因为它里面讲了非常多各种不同关系的暴力 那我就讲一个上次没讲的叫职场暴力 这样子 好那首先我先跟大家讲一个 关于在飞机上面试的故事 在飞机上面试 你觉得可以面试什么 面试飞机啊 还是面试空姐 那有别的意义 那有别的用意哦 好好好 这个作者呢 他有一次呢 就坐飞机 然后他就近身观察到一场 请君入梦的面试 好那我们先讲 我先不破梗 来他就是在一个飞机 可能是国内的飞机 然后他有看见 有一个独自旅行的少女 他没有在讲这少女大概几岁 可是可能大概就是刚大学这样子 很年轻 然后有一个四十岁的男生 他戴着耳机 然后隔着这个步道 四十多岁的男生戴着耳机 啊我现在不就这样 有道理哦 那我要跟你隔着步道 但是那我是少女 然后呢 他隔着这个走道 看了观察了这个少女好一阵 是是 然后呢 他就脱掉他的耳机呢 那我现在要脱掉 然后就走去 就是走去那个少女旁边 他有一点用轻松的派对的口气 跟那个女生说 哦 用你现在这种耳机听音乐 对我来讲不过瘾 嗯 好 然后他就伸出手 对着那个少女说 哎你好我叫比利 那那个少女叫什么名字 你好我叫玛丽 好 好 来 嗯 你入忘了 哦 因为他说这听起来 不是一个问句 嗯 但它是个问句 是 对吧 当我说我是 你好我叫比利 你下意识的 是 就会说你的名字 是 是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时候少女就也很 就如同就是一个社交礼仪 回答了他自己的全名 然后呢 也伸出手跟他想我这样子 但是呢 呃 这里面呢 接下来有趣咯 这个比利呢 没有直接问女郎 就是这个少女 任何的 有关背景的问题 可是透过很多说话的技巧 他得到了非常多讯息 他怎么做呢 他就说 聊完就是 握完手之后 他就说 我最好验在夏季之后 不确定会不会有人来接我 哦 然后这个女生就说 对啊 我也是 他实在是不知道 要怎么走去 他要去住的地方 这样子 然后这个时候 比利又问了另一个问题 他说 他其实不是问啦 问是做的括号的 他就说另外一句 他说 朋友有的时候会让人失望 对 然后少女就 就在跟他说 嗯 可是跟我住的 就是 那群人 他说希望我搭完一点的飞机 他们才能接 意味着他没办法 来我先讲到这边 聪明的 你有听到哪些讯息了吗 这里面的讯息量很大 很大 我们先不要破梗哦 先不要破梗哦 但是 好 整个比利都没有问问题哦 对 我现在要把自己装成很小白 因为 因为以我自己的学习跟专业 我刚听到太多东西了 他没有所谓的问问题哦 对 然后这时候比利又说 嗯 我喜欢在没有朋友知道的情况下 独自抵达一个城市 然后作者就说 不对啊 你刚刚是说 你不喜欢没有人来接你啊 嗯 然后呢 他就说 不过我想你大概不是一个独立的人 他就对着少女说 嗯 不过我想你大概不是一个独立的人 然后女生就开始跟他说 没有 我13岁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欧洲一个人旅行了 这样就开始要否认自己 不是这样子 嗯 然后 这时候比利就说 哦 你的谈吐让我想到一个在欧洲的女士 真的耶 你不太像十几岁的女孩 嗯 然后他就说 然后接下来那个空姐就有拿威士忌给他 他就坚持说 嗯 看起来你就是一个有主见的女孩 来 我请你喝一杯 嗯 然后女生就不要 嗯 就是说不想要 可是他就说 来嘛 喝一杯不会怎样 你那么有主见 就是一直推销他 嗯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是少女最后还是拗不过他的这个坚持 他就说 嗯 他就喝了 然后这个那个比利他就说 对吧 你看你就是会做自己想做事情 你就是会做自己想要做事情的那种人 嗯 好 然后这个时候作者在旁边 因为他就观察整个过程嘛 他就开始评估一下这个比利 嗯 他就说 嗯 他是一个很壮硕的家伙 然后手背上有刺青 不是说刺青就等于不好 可是他就说 他有带一些比较廉价的物品 然后他已经喝了不少酒 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喝了不少酒 然后他没有随身行李 嗯 然后所以 可是他的脚上穿的是一个崭新的牛仔靴 就是身上的衣服是新的 然后他评估他 可能是刚从牢里放出来的人 嗯 OK 然后他就 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比利 因为作者就一直在观察这个比利嘛 嗯 那比利就有读到 嗯 有人在打量我 然后他就用一种很轻松的口气 就是说 哦老哥儿 你也是要从芝加哥出来透透气啊 嗯 就是一副那种很轻松的样子 好 那这个时候作者也都不说话 那总 就是走 比利就是 就搭讪了一阵子之后 他就是顺道说 哦 他要去上厕所 不然会让人家觉得太刻意嘛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再下了一个幼儿 他就向那个少女说 轻轻地靠近他 然后就跟他说 嗯 你的眼睛真不是盖的 然后呢 好 就是在这几分钟呢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析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我们先把结局讲好 大家会不会现在开始担心那个女生 然后这时候就是等那个 比利去上厕所的时候 作者他就靠近那个少女 就想说 就是尽他的一些社会责任这样子 他就问那个少女说 可不可以跟他聊一聊 可是这个少女很有趣哦 他迟疑了 嗯 嗯 他觉得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时候其实 他无法辨识什么是危险 就是真的要来帮他的人 其实他反而对他的防备心 开更高 嗯 好 但是那个少女 这个作者他就还是跟他说 呃 就是 卸下他一点心房就跟他说 出了机场啊 如果刚刚那个男生 要坚持在你一程 你要拒绝 他不是个好人 嗯 好 然后他就 他就就回去了嘛 然后后来他们在领行李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那个 比利又再次走向那个少女 然后他们之间 因为他比较有距离 他听不到他们的细节 对 可是 就是他们有一些拉 就是有一些 拉扯嘛 拉扯或冲突 嗯 然后反正他就看到那个少女 一直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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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呢 就看到了那个比利就 狡猾了一下 嗯 然后就走 嗯 对 就是这样子 嗯 这就是一个经典的面试场子 嗯 大家有读到了一些 什么面试的过程吗 嗯 我觉得你用面试这两个字 嗯 嗯 可能是书里的原文嘛 对不对 但我猜会不会我们的听众很容易误会 这里的面试是指猎人 在面试哪一个是真正的猎物 对 我觉得 对 我开头没有讲这个定义 我觉得 他比较就像是一个 或许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看见或 遭遇到的 不管是你是旁观者 还是你是当事人的那种 人际之间的相会 是 而刚开始呢 比例用一些 看似你无法拒绝 或你很自然 比如说会去握他的手 比如说会自我介绍的这种方式 然后逐渐的去深入 那这种深入呢 对于我们有经过一些训练的人来说 其实就是 他技巧其实也没有很好 嗯 的一个拙劣大叔 但是我必须讲哦 对多数人来说 分不出来 尤其 比如说 我不知道书中有没有写哦 因为新版的我 我还没看 嗯 但是你看哦 在那种长途旅行 飞机上 然后加上 气压各方面 你知道人在那种 处在这种密闭空间底下 嗯 是他的认知跟判断能力会 会变弱的 是是是 那我们现在就来拆解一下 刚刚呢 我很快的先review一下 他刚才做的 就比例做的哪些事 然后等一下 到第二part 我会再跟大家更详细的去 描述七个讯号出现的时候 你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嗯 在这里面呢 我们再顺一下 嗯 他那个比例是不是刚开始 他就先加强这个 同志感 因为他直接就说 就跟那个少女说 啊我们都是没有人来接机的人 同伴感啊 共同感 对同伴感 他是翻译同志感 同伴感 好 干嘛 没有 你就讲他翻译的人文 然后我稍微把它 好 让一般人比较不会误会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比例呢 他开始会堆砌很多的细节 就是在谈话里头 对 不停的在说 哦 那我也认识一个欧洲的女生 啊 那怎样怎样 就不停的 在描绘一些资讯 可是其实他的目的 不是真的要传递 什么沟通的讯号 只是一直在 让你 让你感觉到 他好像对你很有意思 或是他对你觉得 很有趣 他是个有趣的人 我觉得他在投石问路 他一方面 去创造那个聊天的感觉 但是同时 他用这样 用这样的聊天 在套你的讯息 对 而人很奇妙就是说 如果我不知不觉 跟你讲了这么多讯息 尽管他可能还没有 一定要碰到隐私的边界 但是呢 认知识条理论告诉我们 我就会觉得 我觉得眼前的人 似乎是朋友 或觉得眼前还不错 对 但其实谁是谁 根本都还不认识 然后再来第三个呢 就是开始放债 放债就是请他喝酒 开始让他有欠 欠你的感觉 对 然后再来就是 施放他的魅力 比如说他就会 去恭维那个少女 说你眼睛这么美 有没有 就是一种 很charmy的表现 这样子 好 然后再来呢 贴标签 哦 这真的很重要 要不要用比较现代的语言 就很会聊啊 我刚才很老 会亏啊 charmy 你很有气质 charmy 好 然后刚刚 其实到刚刚为止 就有一些人可能 如果你是一个 比较外向的人 就会说 老师 我好像很常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没有 伤害人的意图嘛 好 那这边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 辨识的东西 来了齁 其实对 我知道有一些人 他就是喜欢跟人家聊天 像我妈也很喜欢 到处跟人家聊天 他可能也会 做刚刚前半段 在做的事情 可是会有一个差别 叫做 刚刚比例 做了一件事情 是危险讯号 很重要的 叫做他 贴这个女孩标签 什么标签呢 他就是不是 直接有跟这女孩说 嗯 我觉得你不是一个 独立的人 嗯 就是我贴你一个 不是独立的人 你是不是接下来 就要开始不停的证明 你是独立的人 于是你就会去接受 我等一下希望你做的事 比如说 接受喝酒 然后开始去跟男生 单独出去互动什么的 就是让他觉得 他可以为他的行为负责 或他该表现出一个某一个样子 其实啊 这个贴标签是 很需要警觉的技巧 是 因为他是刀切豆腐两面光 如果我贴这个女孩 我觉得你不是一个独立的人 而你也认同你不是独立 那我用接下来的谈话策略 就会转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协助你 因为你不独立 你需要被帮忙 但如果你否认了 你觉得你是一个独立的人 那么我用另外一个策略 就像刚刚故事里面比例的策略 对 让你觉得你这一切一切 可能有一点冒险 有一点出格 比如说跟陌生人一起出去的行为 是合理的 因为我是一个独立的女性 是 所以这有没有闻到一点PUA的味道 它就是PUA 是 它就是PUA的洗手势 好 然后再来就是 PUA是精神控制 因为我担心有些人不知道 最后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 这个少女是不是本来 就是她请她喝酒嘛 但少女第一时间是拒绝 拒绝的 但是这个比例 不听这个拒绝 然后就是坚持一定要喝下去 这其实也要很小心 很多人会问我 老师老师 界限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 我觉得 很多时候 我好像表达清楚了 可是对方不收 或者是我真的可以 直接告诉他 我要什么不要什么吗 我觉得 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像刚刚这样 如果一个人 他是一个很容易踩你界线的人 他会在很多小事上都踩你 可是如果你是因为跟家人之间 有一些比较大条的事情 处不好一个 找不到共识 他不见得是真的那么 就是刻意要踩你界线的那种 就是你们对这件事情的价值观 不一样 所以你们需要的是沟通 所以我觉得 关于界线这个学习 它很多很大啦 但是我觉得用刚刚那个例子 就是一个会踩别人界线的人 真的会在大事小事上面 对别人的no 都是知我网文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哦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 遇到有一些人 抱着一个所谓的大哥 大姐 长辈 前辈 或某个身份代表的权威者 来跟你互动的时候 但是却对于你 或隐或显所呈现出来的no 他是忽略的 他是不想了解的 他是不听的 甚至于他会 他会用他的权利去 去直接帮你做决定的 这要特别小心 是是是 所以你说什么 去判断自己是一个亲切好相处的人 跟你是一个可怕的人 他没有那么绝对的标准 就是有一些社交技巧 我们还是会用啊 比如说主动自我介绍啊 你总不能以后就说 老师以后我不要跟去跟人家 这么介绍了 你好我是凯宇 然后你不理我 就不要 就不行 不能这样子切开来看 他根本是一整套的 那接下来我要 接下来我要讲七个 嗯 讯号 如果只有一两个 我们可能就放在心上就好 可是如果七个挤满 嗯 不要犹豫 赶快走掉 赶快跑掉 嗯 第一个呢 刚才有讲到叫做 强加的同质感 就是 就是有一点 硬是要 嗯 硬是要跟你尬聊 然后要跟你尬聊一些 好像 哎我跟你一样 这种东西 很爱用我们 对对对 然后让创造一种是 革命情感 或是我们处在同一个状况底下 对 那这边有在讲一个故事 我觉得也超精彩的 嗯 他在说啊 有一个 他看一出戏 那戏里面有一个 一段一段就是剧情 很精彩 他在说 骗徒到底是怎么利用 这种强加的同质感 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呢 戏是这样演的 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士兵 因为那时候 呃 这个资讯网络 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他们汇钱是要 打到一个银行 然后再去领情 就是要搞很久的 不是像ATM 爱案就出来 其实理论上现在也是这样啦 只是因为在线上都完成了 比如说什么 你汇到国外不是什么 中介银行啊 什么之类的 我们把它听完 但这个是 这是一个比较远时代的 然后呢 反正他就在有一天 有一个年轻的士兵呢 在傍晚的时候 很坦德的赶快走进一个 西部联合公司 总之就是一个银行 好 那就是西联汇款啦 好的办公室 然后呢 因为呢 他很担心 他要 他要赶着回部队 可是他没有钱 他没有巴士的钱 所以家人帮他赶快要汇来 可是需要在 就是巴士 就是 反正他就有一点时间的限制 就对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同一个办公室里头 坐着另外一个客人 然后他也好像是在等汇款 然后这个时候 那个客人 他就突然就跟这个士兵说 说很重要 他说 我看这样好了啦 如果等一下我的钱先进来呢 而你的钱还没到呢 我就先借你好了 你只要在消假 就是之后你在放假的时候 你再还我 然后这个士兵呢 非常的感动 嗯 他就想说 哇 怎么这么好 嗯 就是因为对啊 不知道谁 比较快这样子 然后 这接下来陌生人就说 那如果是你的钱先汇进来的话 我想你就用同样的方法对待我吧 哦 然后 这件事情 基本上呢 那个陌生人呢 没有在等什么汇款 对 从头到尾呢 对 有钱汇进来的只有这个年轻士兵 对 然后这个年轻士兵 最后他就坚持对方 他接受他的汇款 嗯 高明的片图呢 是会让受害者心甘情愿地跳入火坑 嗯 嗯 也没有很精彩 然后再加上毛骨耸蓝 他用他一个假的需求 但在那过程当中 你根本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然后换一个你真正的状态 对 就像我们在人际相处 常常你人生当中第一次感觉到被背叛 就是别人用一个他的假的秘密 跟你换一个你的真的秘密 就你隔天发现 你所有的同学都知道你真的秘密 对 对对 这就是人生的第一次感觉被背叛 这样 好 再来第二个呢 叫做表现得很迷人跟亲切 嗯 这你应该会吧 为什么突然这样子 我迷人我亲切我错了吗 我 我就知道 我可以浑然天成吗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讲我 好 迷人呢 其实是一个作者觉得是被评价过高的才能 因为 作者在说 表现得亲切跟表现出善良是两件事情 对 你 有人可以表现出很亲切 可是我们很容易把亲切就等同于善良 但是亲切跟善良是两件事情 他只是亲切 他不一定是善良 对 那从上一个 我记得上一集的书品有提到说 当有一个你觉得他很迷人的时候 你应该要问的事情不是他怎么这么迷人 而是他为什么要迷你 迷惑你 不是迷你 迷你 对 对对对 这件事情就是要很小心 那当然我知道 我们也不是每天活得很紧张啊 就是有人恭维你的时候 你就都要 你现在要对我怎样 这就太 太over 那就是 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奇怪哦 这个人 怎么会这么迷人 而且好像从一开始 他就 一副就是这么的charmy的状态的话 你就真的要比较有警觉一点 我觉得啊 警觉 你可以设两条线 一个叫做身体的界线 一个叫做财务的界线 你看我们遭受伤害 无非是从这两个嘛 就像刚刚那个士兵有没有 当有人 他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他事实上跟你做一个假成交 叫做你的钱如果先到 你也用这样的方法对我 他其实就在踩你财务的界线 你的钱就你的钱 我的钱就我的钱 我为什么要跟你这样交换呢 而第二个身体的界线 比如说前面 刚刚嘉玲提到 那个飞机上的那个场景 我请你喝酒 或者是我 我不恰当的靠近 这些都要特别的警觉 因为像 有时候假设我们参加一些 比较奇怪的团体 刚才 后来你慢慢的 好像身陷其中 无法自拔 他其实都是在这两个指标 都会出现 他一定在从小事上面 而且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所谓的坏人 他脸上一定不会写坏人两个字 但是呢 所谓的坏人 或者是会伤害你 骗你的 他刚开始 他绝对不会让你感觉到明显的排斥 不然你想想看 你一眼看上去就讨厌了 你一眼看上去就想弹开了 他还有机会接近你吗 他没有机会接近你 后面都不会发生啊 你看刚刚口口都听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他就很用力的说 真的 要反抗 吓死我 以为是听不下去我讲话 好 第三个叫做堆砌细节 这刚刚我在讲的一个比例的故事 也有讲到 为什么要 抛 就是要有这么多 讲很多的细 细节的东西 去开语开语讲的 他其实就是要开始 打乱你的认知 让你淋湿在很多的细节里头 那你可能每次 每次想要确定说 有什么东西不对 你想要核对到他的时候 他就又跑走 所以这种状态的时候 你也要很小心 为什么好像你跟他沟通 你一直得不到你想要的讯息 对 这个指标就是 他如果一直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或者是他一直在 逃避你跟他核对的事情 他可能说 啊这不重要 啊这个 给你扯到别的 你都要特别小心 很小心 然后第四个很重要 贴标签 嗯 贴标签真的是一个 你要很小心 如果有人就说 你就是怎么样的人 要很注意 嗯 那这个贴标签 其实刚才凯宇讲得非常好 他不管贴你哪一种 你的反应就会让他决定 他接下来怎么做 对 那贴标签还有一个 最重要的效果 就是他要让你去跟 你熟悉的团体分化开来 嗯 就是他一定 所有的犯罪要成立的 第一步都是先孤立 对 孤立是一个 让你陷入一个 你无法自保的状态里 对 其实贴标签呢 有时候会贴一些 看起来像是正面的标签 但是试图让你 就像刚刚 我觉得你不是一个 独立的人 嗯 这个其实背后隐含的是 你如果选择独立 这是一个正面标签 但有些 比如说在 亲密关系里面的亲密暴力 他就会贴负面的标签 是 比如说你看你这样子 你就是个标子之类的 什么之类的 对 那还有一种是陌生人 比如说 我不知道大家在路上 有没有遇过有一种人 他会叫做 不请自来的帮忙嘛 嗯 就是 反正他可能 比如说像我可能有时候在 乔车 嗯 就是 当然我觉得台湾 让我相对安心啊 可是有一些人就是 他可能看你需要帮忙 你也确实需要帮忙 可是不至于到 你觉得开口 这样 他突然就来 然后你说不用了 谢谢的时候 他又一直 一直要说服你说 啊 你这么 拘人于千里之外哦 这么的 就是没有人情位 的时候 他都在贴你 这个就要结合下一个 对不对 放债 对 第五个叫做放债 就是 放债有两种 一个就是对你 先对你好 嗯 像刚刚那个士兵 遇到的也是嘛 嗯 我让你觉得 one 我遇到好人 对对对 这也是一种 那另外一种放债就是 他就是一种 嗯 让你觉得你欠了他什么 比如说 呃 有些时候在网络上面 我们会看到很多分化的言语 也都会是这种放债嘛 比如说 如果你不做什么 不做什么 或你不吃什么 不支持什么论点 那你就是什么 这样子 这个 不支持什么 就不是台湾人 不不转 不转发就不爱台湾 什么之类的 像这种都要比较小心一点点 然后再来第六个 叫做不请自来的承诺 不是不请自来的帮忙 刚刚那个放债是不请自来的帮忙 再来是不请自来的承诺 就是有一些人 他在跟你互动的时候 他会一直promise你说 啊 我不会骗你的啦 你要相信我啊 你看我前面的 风功伟业又怎么样啊 你确认 就是别 别担心 嗯 这种事情 我们都怎样又怎样 怎样就怎样 他就是一直在promise你 一直 你没有觉得需要promise的地方 他也顺便promise 嗯 这意思吗 听得懂 嗯 哇 你今天好细致 让大家了解这个背景 我上次不也讲的是这样吗 对啊 嗯 所以我们上次求生之书 花了多少时间啊 没做功课 因为我 我没去把它调出来看的原因 是因为我不想要被上次感染 对 因为我希望 没错 这么多年之后 再看他 如果我还是觉得很想讲 那表示他真的很重要 没错 嗯 那再来第七个就是 他会对你的不 不予 不予理会 就不自我亡文 嗯 这个刚刚凯宇也已经讲很多了 一个 关系关系 他是会把你的拒绝放在心上的 也许 比如说 难免我们亲人之间 会觉得你想太多的时候啊 就可能会说 你不要这样想啦 嗯 不要这样想啊 或是说 呃 可能你 你要他干嘛 他就说不要啊 这样 这是有 有可能的 可是如果有一个关系 让你 已经很 很紧张了 或是你有点不安全感 这个时候 他又在对你的不自若罔文 那这个时候真的要很小心 嗯 很小心 他是一路都这样呢 嗯 还是怎么样的情况 嗯 好 那刚刚讲的是 我讲一个背景 因为这一本书 第一版的时候 是1997年 出版 大概二十几年前 然后作者那时候 因为网络还没有发达 所以呢 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在想象 或他举的例子 大部分都是实际的 那时候网络也还没有泡沫化 两千年才买网络泡沫化 对对对 所以有一些 这就二十几年来 都一直很多人 就是说 哎 你要不要改版啊 对 然后把一些 现在网络上面的 坏事写上去 那这个作者也 动念过好几次 想说 哎 对啊 是不是退流行啦 嗯 关于暴力这件事 是 可是他后来还是 想很久 他觉得 他有一些小幅度的修改 可是大的 他都没变 他说 他讲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东西 他说对 有些 呃 诈骗也好 或是有一些伤害 他确实会发生在网络上 但是他说 这些都还算是前夕 嗯 一个 所谓的坏人 真正要对你造成 肢体的暴力 或者是身体 更具体的 伤害 伤害 还是需要透过见面 对啊 嗯 可是他说 你还是可以把这七个 这个讯号 放到假新闻 或是放到诈骗上面 是一样的手法 比如说 诈骗的人 他还是会先强加统治感嘛 对 先让你觉得 他跟你是一国的 对 或是他是要来追你的 然后迷人亲切 然后堆砌很多细节嘛 我想在网络上面 你看过别人 去分享 那个这种 他被诈骗的经验 有一些 有一些人我觉得蛮勇敢的 嗯 我觉得他真的被诈骗 可是他把那个 过程 嗯 讲出来 大家就比较知道 那个手法是什么 然后再来 当你如果被诈骗 假设你真的不信 并不是你是个糟糕的人 是因为对方 很用心的设计了 嗯 所有的陷阱 让你要掉下去 是 所以 发生了很遗憾 但是我们就是 尽可能的在里面 学会一些教训 也让更多人知道 怎么辨识 嗯 然后所以 再来第四个 诈骗或者假新闻 也会很容易 很爱贴你标签嘛 嗯 就开始分类了这样子 然后放在 诶 大家如果有看过那个 Tinder 那个纪录片 叫什么 Tinder 对 对对 那个大片图 他刚开始也是放债啊 他也是先对他想追求的女生 送他们很多 好东西啊 带他们去吃喝玩乐啊 然后后来才反手 对 要他们更多的钱 然后再来 第六个 不请自在的承诺 有些人就是说 啊 我一定会娶你啊 或我一定会还你啊 这些东西 然后再来就对你的 不自若网文 这些 一样的放在网络上 嗯 你一样可以当成是一些指标讯号 嗯 那 诈骗 比如说网络诈骗钱 呃 很有可能 他只要做好了这些 你的钱就出去了 嗯 所以要小心 其实也有很多朋友问我怎么样防止自己受到伤害或被骗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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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鼓励大家 就是说 对于一些 属于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合理的状况 嗯 你必须要清楚的认识 而只要有任何不合理的哦 千万不要自己先帮他合理化 是 因为你觉得好像我跟你没那么熟 嗯 但你却对我有这样又那样的指示 嗯 或你要做一些 我觉得我的 我跟你的交情还没到那里 却你要我做的是 两个 要么呢 我跟你澄清 你如果拒绝跟我澄清 那就到此为止 嗯 要么呢 我就直接 就划线 退场 嗯 直接划线 把界线划清楚 嗯 那很多人会担心说 那这样会不会到最后没朋友 你要反过来想哦 真的会成为你朋友的人 他一定会尊重你的界线 嗯 他一定是另有所图才会不尊重你的界线 嗯 或对他来说 他根本 就算不是坏人 他根本就没有把别人的界线当回事 嗯 那就算他不伤害你 你跟他当朋友 其实你很累 嗯 你很容易会变成是 他自己的事情变你的事情 是 好 所以大家希望能够理解这样子 好 然后开宇跟他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刚刚我们虽然直接把坏的事情 直接指出来说 这些讯号是不对的 可是作者反而说 你不是要一直focus在这些坏讯号 你反而是要先对正常的状况有敏感度 好 我觉得这现在很多人对正常状况反而 没有敏感度 没有敏感度 因为网路上有太多说 以下几点你要注意哦 或者是怎样怎样 就是你买错什么 而且网路的环境 它会让那种非常态的极端行为 更容易被看见 然后久而久之 我们会以为那才是正常的 嗯 比如说很多人在网路上逛社群媒体 逛久会忧郁症 就是他看到大家都是 最帅最美最好玩 吃最好的东西 等等那些呈现 嗯 那其实一个真实的人 那些绝对不可能是他生活的常态 嗯 他只是选择把那些给你看 嗯 或者他要贩卖一个让你羡慕的状态 对 他要贩卖一个他自己的人设 啊 所以事实上 真实的生活 柴米油盐酱醋茶 他虽然没有波澜壮阔 但那才叫做生活 那才是真实 嗯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叫前世间指标 前世间指标呢 作者我觉得讲了一句非常失忆的话 但我觉得真的还蛮好 他说一只鸟儿不会比他的影子更早落地 听得懂吗 我觉得这句话很美 对 一只小鸟在他落地之前 你在地上 你在地上会先看到他的影子啦 对 这个叫前世间指标 对 就是一个事件发生之前 有一些指标叫前世间指标 对 对 就是暴力还没发生 或伤害还没发生 然后他就说 因为每一件事情 或每一个状态的前世间指标都不太一样 那他反而告诉我们说 你不是一直去看前世间指标 你应该是说你要对正常有概念 嗯 他就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送货到你家 这很正常吧 一个正常的状态 送货员到你家的时候 他的正常行为应该是 第一个他做他专心做的事情 要专心搬东西啊 或者是有一些人是像中华电信啊 或者要帮你家接网路 这也会到你家嘛 这也是有时候是危险的状态 正常正常就是他做他的事情 然后他尊重你个人的隐私 然后他会在你保持一个 就适当的距离这样子 然后如果空档的时候 他就乖乖在旁边等 对 然后呢 就是跟你聊的事情都是跟你手上 就是跟工作有关 对 然后他会注意时间手快 就是快手快脚 废话 因为他们都算case的 然后 然后没有兴趣知道 来 没有兴趣知道屋里还有没有别人 没有兴趣知道会不会有人 等一下会不会来找你 然后对你也不会有不恰当的注意 这个都叫正常情况嘛 那通常我们在这种正常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 哦很正常这样 对 然后我们就去做自己的事情 对 可是 这时候你反而要很安心 但如果他出现以下几件事情啊 反而就是你要注意 他开始 自愿帮你做 他分外 分外以外的事情 然后 好奇的问东问西 然后站着离你太近 然后随意在屋内走动 然后一直想要逗你 谈一些工作以外的 就他的工作以外的事情 然后喜欢做个人的评论 然后不注意时间 很慢 然后打听屋里还没有别人 打听等一下会不会有人来找你 然后一直盯着你看 这就危险了 你知道我 我读的时候啊 因为第一次读好几年前了嘛 然后这一次为了准备我就再读 然后我就看到这一页说我忽然想起一件 很 其实我现在想到 哇我那时候好危险 就因为后来我不是搬出来住嘛 是 然后有一阵子我不是装潢嘛 对 装潢家里就会有很多 对对对 进进出出 然后我有一次买了一台Sony的电视 嗯 那因为电视很大台嘛 他就要送来这样子 那我也觉得就不以为意你知道吗 可是我那一天就觉得 我现在想起来就才发现 那天真的好危险 嗯 就是他就因为他就是反正好 就是他要先进到地下室里头卸货 嗯 那因为管理员希望我去带他嘛 所以我就只好下去带他上来 然后上来之后呢 他开始装电视 可是确实我就会觉得奇怪 他怎么装的这么慢 嗯 嗯 就是不算快 可是他看起来是老手 就是年纪是有的 然后我也就问他 哎你们卖多久 嗯 他就跟我说哦几十年啊 因为他们都跟某大电商平台 嗯 我不要讲某一个名字哈 嗯 对他合作啊 所以什么的 然后 然后 然后他开始就开始跟我聊 这里的房价啊 嗯 然后邻居啊 嗯 然后什么的 然后我开始也不以为意 嗯 这样子 可是我就会觉得奇怪了 他为什么 就是 在我家的时间 我觉得电视不是放着就可以走吗 嗯 或者是说接上之后就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他钉 就是挂在墙上 但他就很慢 嗯 然后刚好那时候 轩宁的先生 嗯 然后就 对 嗯 他刚好来帮我修东西 嗯 可是那个空档呢 他刚因为修的全身都是灰 我就叫他去里面洗澡 嗯 所以他 那个 他不知道家里有人 对 对 那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跟他报备 家里有没有人 这样子 然后他就 跟我开始想要跟我聊一些 有的没有的时候 我现在想起来 当 我那个妹婿 嗯 从 那个 另外一边 就是比较隐秘的厕所走出来的 那一刻 他的脸是变的 嗯 然后他很快就走了 嗯 然后当时就 我那时候真的有点 有 就觉得奇怪 嗯 可是现在我就是 就在准备的时候 我发现 好危险哦 对 对 但那时候我有一个警觉啦 就是 任何人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有任何人进来我的大门都不会关 嗯 我大门一定是开着的 然后 我一定是会让警卫知道我家里有人 嗯 对 嗯 但是有的时候 你知道犯罪这种事情 他可能也是一秒之间就可以发生的事情 对 好 这样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听这一集 一直觉得刺激感很高 哈哈哈哈 好 我们都要学会怎么保护自己啊 嗯 对 好 然后 再来刚刚那个是行为 接下来呢 就是如果有一些人的潜词用字 常常有以下这些 讯号 嗯 你也要比较警觉一点 正常人讲话就是 大部分人讲话其实都没有什么特色 甚至是稍微小无聊 除非像我们这种要做节目的 你知道吗 嗯 我们就会 很认真的想勾起你的注意力 嗯 可是其实你看哦 这里面也还是有一个需求嘛 嗯 我希望得到你的注意力 对 所以我是不是会改变我的语言模式 对 我们两个像这样子的互动 并不等于是我们私底下一模一样的状态 对吧 嗯 所以如果你有发现对方 私底下都要这样讲话 其实有点累啦 对啊 对方 可不可以一句话就平铺直述就好了 这样 很常在跟你的对话里头表达他的权利感 就是你一定要听我的 是 或我是谁 所以你必须怎样 是 然后很多夸张的语言 描述一件事情都非常的脱离事实 他会很用力的去标榜一些东西 然后非常寻求关注 我真的觉得这真的很常见 就是一定要被看见啊 被听见啊 然后觉得要自己是好的 或者他的语言里头开始有复仇的语言 或者是寻求依附 依附就是一定得跟谁连接在一起 甚至是一种一定要确认自我是好的语言 很常很常出现的时候 这些都是一些 这个人的性格上面有一些危险的讯号 其实有一些典型的人格为常都会有这些表现嘛 对不对 像是在有一集来讲另外一面的人的心理状态 好 那 我刚才讲了三个了嘛 就是故事 然后讯号 然后正常的反面 你应该对正常有表 就是有意识 然后你才能认出反面 然后最后我们来讲 职场的这个可能的暴力 那我只 因为时间不多 我讲一点点 但如果你们真的觉得 对于保护自己很有兴趣 我非常鼓励这本书 这本书大概短期之内 应该不会再绝版了啦 应该这一段时间你要买都买得到了 对对对 好 就是职场啊 作者也讲了很多 真的很可怕的一些事情 但是他作者也 这也是我的经验 我们也自己有开公司 他就说预防职场暴力最好的时机 不是在他发生的时候 是在 是在你在争选一个人的时候 是让他 是让他没有发生的机会 对对 那他就讲一个东西叫做 在职场上面比较容易有 嗯 状态的人 他可能内在有一个 他所谓的叫做 剧本行人格 就是他很喜欢在心里头 开启小剧场 嗯 他会在自己的逻辑里头 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通勤达理的人 可是却常常会被上司 同事设计的好员工 这样子 然后呢 任何的状态都是因为 谁谁谁 各种状态都不是他的责任 这样子 然后 那这种人到底是怎么想事情的呢 他又讲了一个很好听的故事 然后我 以我对于 呃 比较性格有一些异常的人的逻辑的经验来讲 确实是这样 他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人在 呃 他的汽车在偏僻的公路上面爆胎 那他很想换上备胎 可是他没有带千金顶 嗯 所以呢 他就要去跟别人借 然后走一段路这样子 然后他在走去农舍要借千金顶的路上呢 他就一边在想 诶 他们会不会出远门 然后没有人在家 还是 他会不会在家 装作不在家 哈哈 那如果我被拒绝一次之后 我还得再走一英里 才能到下一个人家 嗯 那 如果下一个人也还是不开门 或者说他们没有千金顶 那 我到底要找谁 去借 好 那他们会不会要先证明我 是不是不是个罪犯 如果他们愿意 千金 愿意 就算他们愿意借我千金顶 他们会不会要我先 抵押我的皮夹 这样子 防止他们抱 就是以为我会抱着他们的烂千金顶 离开这样子 他真的戏好多啊 他 然后呢 那这些人到底怎么搞 他就想到这边 他就很生气 他说这怎么搞的 连帮一个弱难的同胞都这么难吗 这样子 难道他们要看到我死在 荒郊野外 野外才会开心 然后走着走 因为想一想一想 就走到 他就去叮咚一下 然后他就一边叮咚 想说 哼 我有听到电视声音 你不要假装不在家 然后这几秒之后 有一个和颜悦色的女士 把门打开说 就微笑的在他说 有什么事 我可以帮忙的地方吗 然后这个人 就是要借千金顶的人 就大声说 我才不稀罕你的帮忙了 就算你要把那个烂千金顶 借我的话 我也不会要 然后就走掉了 一切发生在他的脑袋里 对 罔顾事实啦 对 那像这样的人 我其实不是想笑他们 我其实知道他们有多辛苦 因为他们在 内在的这个运作机制 真的是坏掉了 只是他自己不一定知道 对 那像这样的人 其实就是所谓的小剧场很多 或者是刚才讲的剧作家 你就会觉得说 你怎么有这么多Always 对 那因为他分不清楚 内在跟外在的世界 所以呢 书里面讲很多 那我跟大家讲一个 更反直觉的观念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遇到有人威胁我们 比如说 像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客人 就是他的自己的某些状态 就威胁我们 要干嘛干嘛干嘛嘛 要去告诉谁啊 还是要提到什么啊 或者是 有些时候 嗯 假设你有遇过一些 比较棘手的员工的话 他可能也会威胁你要 怎样怎样啊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这真的大家听进去 我以前也会觉得 威胁的人好像很Power 很强大 但作者提醒我们说 当一个人 开始出口威胁你的时候 其实正是他的自尊 最脆弱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别的方法 所以只好威胁你 希望你被他吓到 嗯 对 我后来想 对呀 如果我是一个很有资源的人 嗯 我不会随便威胁一个人 因为威胁我就底牌 对 就打出去了 对 其实大家要记得 就是成年人的关系里面 很多事情就好好处理 好好讲 甚至于说 如果你有再怎么不满意 都有法律 作为一个起码的保障 但是呢 你眼前的人 他过分的使用情绪策略 就是如果你不怎样 就怎样 或者是呢 他刚刚说的 雨带威胁 甚至有一种情绪策略是什么 他过分的强调自己是弱者 如果你不依从他 他就会受伤 这些都是危险讯号 嗯 而且呢 事实上 面对这样的危险讯号 当一个人 他都用情绪策略 或者是他都 无论是哪一种 强势的 还是表现出弱势的 你都要记得一件事情 他都在操控你的认知 嗯 情绪策略是 很容易操控 应该说 是大家很熟悉习惯的 操纵认知的方法 那记得 千万不要上当 你看我们小时候 呃 我们常常 常常也 有一些人被教养的过程 也是这样啊 你不听话就不要你 嗯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情绪策略 嗯 你不是跟孩子说 呃 你希望他怎么做 他如果这么做 你会开心 或他如果不这么做 会有可能的哪些伤害 你好好说也可以啊 嗯 但是你用那些情绪策略 当他重在我们的 这个潜意识里面 或我们曾经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虽然已经是成人了 很容易 在我们的真实生活里 遇到这样的人 我们又退回孩子的状况 于是我们又被控制了 好 所以如果你知道 当他威胁的时候 其实是他很脆弱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要跟他对着干 嗯 如果有看模仿犯的话 你会知道林心如怎么死的 因为他就一直刻意要激怒凶手 好 那我知道这真的很违反人性 因为在那时候我们都会很想要fight 那这也是当事人希望你做的事 对 某种程度你那时候是他投射的一个课题 嗯 你如果fight给他 他在他心中就给他了一个 他可以攻击你或反击你的理由 对 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更要保持冷静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出 好好说再见的这门课 嗯 因为我说过非常多次 说再见 处理关系最后的结束 是最容易引起一个人情绪的时候 没错 你真的不一定知道你的互动的对手 嗯 他的心智状态到哪里 嗯 可是当你能够更平静理性的 你自己都能对这件事情是更坦然 而且是处理的好的 你的对手不管他的程度到哪里 你通常会处理的比较好 是的 他如果对手你就是程度也很好 那就很棒 嗯 但如果他是一个心智能力没有那么高的人 你越平静 你才不会撩拨起不必要的冲突 对 因为当你们两个在处理那些冲突的时候 你们就绞进去那个剧本里了 而且哦 只有你保持平静或保持冷静 你才能够 能够有这样的心理上有那样的平宽 可以去辨识或去处理 他的表达 他的呈现当中 哪里是不合理的 嗯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我们常常被情绪冲昏头 我们是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辨识能力 嗯 对 那他在207页有讲一些关于面试的时候 你该问的问题 然后你重点不是问题而已 你要听他怎么说 回答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一个一个讲 我很鼓励你们去看 嗯 比如说他会要你们问去问说 谈谈你碰过最好跟最差的雇主 哦 但是重点不是要回答那个是谁 而是他怎么解释最好跟最差 哦 那这些大家可以看 所以尽可能的在 麻烦人还没进来之前 就在外面 可是如果他进来了怎么办呢 简单讲一句话 也跟好好说再见 你只要职场离线一模一样 他就说不要在最后的时候激怒对方 因为你一定 假设你是老板 你一定有一堆理由说 对 他真的很糟糕 可是你越是想要羞辱他或激怒他 不好意思就掉到他的逻辑 嗯 你要让他把希望投向未来 嗯 他里面有讲一大段就是 你在处理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尽可能的快 然后再来就是 在谈话的过程 不再去讨论过去了 嗯 就直接进到未来 嗯 就是那接下来往后走 让他的认知是往下走的 嗯 那细节就是 我也觉得 嗯 你在好好说再见里面的职场里面 讲得非常的清楚 对啊 职场离线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以最小的伤害 过渡到下一个阶段 嗯 对对对 好 那那这本书 主要是在教你怎么跟那种 很危险很危险的人处理 但是大部分的人 真的没有到这种程度啦 所以呢 我还是觉得 这本书一边听 也还是搭配着好好说再见 你比较不会冲突 对 然后觉得这世界好糟糕这样子 对 其实我觉得书名喔 我刚才也在体会 因为我原本就很习惯求生之书 我会觉得很很直接嘛 就是我们怎么样活下来嘛 嗯 可是 他的心版 我觉得恐惧是保护你的天赋 我刚开始是有点适应不良 但是 我今天早上跟你说 欸求生之书再版 我要推荐那一本 然后他很快就回答我说 那下改成什么名字 求死不能 求死不能 哈哈哈哈 对对 蛮好笑的 可是我 意味着你失去了冷静 你没办法判断 而恐惧到底是 你真的那么害怕 还是别人制造了你的恐惧呢 嗯 我觉得这本书呢 可以帮助你去长出 基本的辨识能力 因为一个成年人 其实保护自己 不仅是为了你自己 也是为了你身旁爱的人嘛 嗯 好 所以今天这本书 跟你分享到这边 谈这种书 它很难用一个 很轻松愉快的语调啦 或者是呢 这个里面 如果要讲一些 有趣的冷宵 其实也不太适合 我今天都已经讲故事了 对 但是听听好像都毛骨悚了 这样 对 只是呢 我们做书评 我觉得除了 带给大家希望之外 它背后有一些书 我们还是会 认真的挑出来 跟你分享 比如说我挑过一本 叫做 没有良知的人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责任 那也就像是我们 起点一路走过来 一样 不管你有没有参与 我们的课程 有没有成为 跟我们有更深连结的朋友 我们就会一本初衷 一如既往的 持续每天为你推出 最好的内容 是 那今天的有声书评 就到这边 记得哦 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有声书评的 Podcast 也要呼吁大家 订阅一下 对不对 订阅刷五颗星 好不好 你就搜寻有声书评 好 记得帮我们好好的 给它加进去 这样子 是的 好 那今天关于 恐惧是保护你的天赋 这本书 就跟你分享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看或收听 期待未来 我们为你推出 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拜拜 拜拜